大家好,我是安宁 我们通过五节课学习了日语的主要发音和附属发音 日语的原音只有 A I U E O 这五个 原音和辅音构成了其他的45个发音 同称为50音 只要遵循嘴型张开小 嘴型电话少的原则 就学会了日语的发音 辅助发音有六种 我们在上节课学习了 傲音 卓音 促音 重音 这张图是日语发音的罗马字体照表 今后查字典的时候进行输入 这个时候会用得上 今天学习波音和长音 波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鼻音 在其他的假名后 加上波音的标志 N 就像是英语的H 罗马字是两个N 波音主要用于未来的发音 比如汉语的印度 欧洲的外来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是 汉语拼音以N结尾的汉字 在日语里的发音都是波音 比如我的姓是安 日语就是安 波音对应日语的时候 主要是对应以五个原音 而以日语的五个原音为首的叫做段 所以波音对应的是 这五段 我们分别学习波音的发音特点 首先学习阿段的波音 通常波音结合阿段时 都发成汉语的NG的发音 也就是发音的力气 在口腔的后半部分 如果是汉语的N 发音的力气或是意识 在口腔的前半部分 比如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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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音 它的力气是在口腔的前半部分 安 在后半部分 安 安 日语的阿段的波音 几乎都是在口腔的后半部分 但是要比汉语柔和 我们练习一下 安 康 桑 汤 南 亨 满 央 郎 汪 阿段里只有以N开头的 那和以M开头的 妈的波音 跟其他的不同 南 南 南 满 满 满 或者是介于 满 和满之间的 满 满 满 我们通过单词来学习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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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的音跟汉语一样是 难 满 熊 满 熊 就是介于 满 和满 之间的反音 非常的柔和 满 满 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语 所以只用了片价名 意思是用于居住的楼房 困难 困难 满 熊 满 熊 下一组是满足和不满的发音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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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重音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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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汉语的 满 满的发音 而 不满 的满 是介于 满 和满 之间的发音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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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满足的这张图 还记得稍微的 雅雅吗 雅雅满足 稍微满足 やや不满 稍微不满 不满的这张图 96%的部分是有不满 4%的部分是没有不满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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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ある的意思是有和在 が是注词 不满 有不满 不满 不满 雅雅满的意思是没有 は是注词 が是接在小主语后面的注词 wa 是 ga 的强调 日语里在否定的时候多用强调 ある ある ある的意思是上 上面有太阳 月亮 星星 る 是来自留下的流 ある 就是上面留下 上面一直 太阳和月亮一直都在上面照耀 上面一直都有太阳和月亮 ある 意思是有 何在 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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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是ない な 从发音上联想是难 い 是形容词的标志 ない 是形容词 ない 意思是没有 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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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一段的博音 因 因 听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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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 心 明 拎 拎 我们再读一遍 听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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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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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习一个单词 印象 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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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拉长的反音 拎 拎 拎 印象 印象好 印 修 拎 拎 印 修 拎 拎 印 修 修 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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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表示小主语的注词 日语里面的主语分的非常的细 有大小之分 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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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它只是一个名词 但是后面接续了表示小主语的嘎 印象在句子里就提到了小主语的作用 注词分为格注词和接续注词两种 格注词帮助名词 赋予名词功能 也就是主语 宾语 对象等等的功能 接续注词帮助谓语 比如因果的注词 转折的注词 比如因果的注词 转折的注词 比方说因为所以虽然但是 日语叫做粘着语 粘着语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有注词 我们再来读一遍 因修嘎 因修嘎 不需要非得读成啊 因修嘎语 因修嘎语 好印象 就是在印象这个名字的前面加上形容词来修饰 下面学习五段的发音 感觉到了吗 五段的波音的发音的意思是在前面的乌 不是在后面的恩 先发乌再发恩 温 温 温 不是温 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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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 寸 寸 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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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喜欢读哪种 运气好 注词是辅助名词的词 所以声调要按照前面的名词 的声调是一 所以加上注词还是按照一的声调 但是印象的声调是零 也就是加上注词也没有降下来的音 一直都是高音 那好的运气怎么说呢 不好怎么说呢 就是这下子可完了 这个完了 日语完了 相近的音叫做 加上形容词的标志一 就是 完了 患字是恶毒的恶 坏的 不好的 坏的不好的 下面学习A段的波音 发音的意思是在波音前面的A 不是N 中文的N的发音 重点是在后面的N 而日语的发音 重点是在前面的A 感恩的N 感觉到了区别了吗 日语里的老师汉字写作先生 还有大夫 律师的意思 先生 这个是一个长音 sen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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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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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新年 也就是阳历 1月1日到1月7日 在大门口摆上门松 迎接年神 送来福气 还记得松叫做 松 等待叫做 松 慢一次吗 kado matsi kado matsi ka 是神龛的龛 do 是很多的多 比龛还要大 还要多容纳 kado 意思就是大门 kado 叫 kando k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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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si kado kado matsi 还有一个声调是零 kado matsi kado matsi 感觉到我在读 s的时候嘴壁上了吗 我没有读成 kado matsi 我读的是 kado matsi kado matsi 下面是圆满 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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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是介于汉语 man 和m 之间的发音 圆满退社 就是圆满离职 夫妇圆满 就是夫妻和睦 e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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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里以N结尾的汉字 在日语里都是波音 emm 下面学习五段的波音 on kong son tong nong hong mong yong long 对应汉语都是NG的发音 日语里的汉字 日本的本 音读是 hong hong 意思是书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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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读作 ni hong 嗯 ni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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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调非常关键 nihong 下面学习发音的最后一讲 长音 长音和波音一样 用于外来的发音 比如汉语的音读 欧洲的外来语 汉语拼音以NG结尾的 日语的发音都是长音 此外呢 还有汉语拼音是两个以上的原因 日语通常是长音 因为日语是平和柔和的语言 遵循中国的无音 柔美温和 所以不喜欢嘴的变化过多 就把两个以上的汉语的发音 拉长了 这样嘴就可以保持不动 还可以保留原有的发音 各段的书写标志 A段的假名后面加上A E段的假名后面加上E 五段的假名后面加上U 之后的两段有些特别 A段的假名后面加上E O段的假名后面加上U 也就是说长音的标志 不是五个 只有三个 就是A E U 感觉更加的简洁 片甲名长音的标志 是一条横线 书写的时候可以写成一条横线 但是打字的时候 是日语键盘上 用粉色圈出来的这个符号 就像是用毛笔字 下笔的时候比较重 然后向右 拖长一样 我们开始学习单词 日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电车 世界上最早的电车 是1881年 在德国的路面电车 而日本最早的电车 是1895年 明智维新的时候 在京都的路面电车 照片上的路面电车 就是日本的最早的电车 电车叫做 电车 不是 电车 是电车 电车 电车 路面电车叫做 路面 电车 路面 电车 路面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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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初的新甘县 是1964年10月1号 东京和新大阪之间的东海道新甘县 新甘县叫做 新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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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做新甘县的时候 需要购买两张车票 一张是乘车券 一张是特级券 乘车券也就是普通的车票 做什么样的车都可以 比方说慢车快车特快都可以 如果乘坐快车 尤其是特快 需要另外购买特快的车票 就是特级券 所有的车票都统称为 寄付 乘车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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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级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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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不需要 发音的时候 那么的重 要不然就累死了 对吧 特级券 特级券 但是特 一定是比较重的 特级券 这就是粗音 下面是公园和庭园 日本的公园是供大家玩耍的地方 周末跟家人和孩子一起在公园的草坪上打球 放风筝 而庭园是供大家欣赏的地方 日本的三大庭园有 金泽市的尖六园 港山市的后乐园 水户市的接乐园 公园叫做 库园园 庭园叫做 停 停在汉语里边是车 依 营 停 NG结尾 日语是长音 源是 伊乌 安 源 以N结尾 日语是波音 这个准则非常好用 下面是西洋市的酒店 Hotel 和日本式的酒店 旅館 Hotel是英语的外来语 所以是西方式的 而旅館 旅馆 主要以畳米 一般是没有床的日本式的酒店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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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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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日本处于地震带 地震和火山非常多 但是作为大自然的恩赐 也赋予了很多的温泉 温泉的种类非常多 里面的矿物只能驱寒 美容 治疗各种疾病 温泉叫做 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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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泉的时候一般选择可以住的温泉旅馆 在日本的超市有温泉玉子 也就是温泉鸡蛋 温泉的水最高温度是60度 蛋清凝固的温度是在70度 而蛋黄凝固的温度是在60度 所以温泉鸡蛋的特点就是 蛋黄凝固 而蛋清没有完全的凝固 与普通的这种煮鸡蛋不一样 温泉 你也可以读成 温泉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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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子 玉子 玉子是 蛋 鸡蛋 玛是特源 也就是囚状物 玛是轻音的 玛 意思是小 小的囚状物 就是蛋 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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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 温泉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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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电车站旅馆里都有垃圾箱 需要按照上面的标志往里边投垃圾 需要进行垃圾的分类 冠叫做抗 抗 抗 瓶叫做冰 冰 塑料瓶叫做 抗 抗 ボトル 抗 抗 ボトル 来自英语的 Pet B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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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 是为了突出和统一 因为 Pet Bot 写了片甲名 在同一个垃圾桶上就统一成了片甲名 还有就是片甲名用得少 所以用片甲名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抗 瓶 瓶 Pet Bot Bot 9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因为通讯不太方便 不像现在可用手机搜索地址 有一次我找银行找不到 问路人 当时那位日本人告诉我 只要到电车站 附近就会有银行和邮局 邮局写作邮便局 银行独座 银行独座 日本的饭菜大致分为三种 日餐 中餐 西餐 日餐叫做日本料理和和食 料理有大餐的意思 所以日本料理一般都是比较豪华的 而和食还包括了家常菜 日本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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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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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叫做食 食是它的重音 所以食叫做食 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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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写作中华料理 西餐写作洋食 日餐的主食是白米饭 米饭 饭菜叫做 都是接在名字下面表示礼貌的欲 饭是饭 白米饭 下午的茶点时间叫做 饭和饭都是欲 因为音读来自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地区 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两个以上的音读 时间叫做 接在名字和名字之间 意思是 茶的时间就是喝茶的时间 茶点的时间 连在一起就一直读成了一个高音 日餐里最常用的调料是酱油 日本的酱油颜色浅 但是非常咸 日本的拉面主要是三种口味 酱油拉面 内增拉面 也就是酱拉面 还有盐拉面 拉面来源于汉语 叫做 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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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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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红姜丝 生姜叫做 日本人喜欢把海苔放到拉面里面去吃 海苔叫做 意思是海苔、交舍、法则、典范 也就是远的地方 隐身为长 是成立的立 结合在一起是成为长远的 海苔要铺平铺长 娇婶要长时间粘合 法则典范要长期的执行 日式拉面里面还要撒一些碎芝麻 芝麻叫做胡麻 胡麻油就是香油 胡麻油 记得吗 胡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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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芝麻叫做 胡麻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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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磨芝麻 因为磨芝麻的时候发出香二 引申为拍马屁 说凤肠话 酥是搜 搜搜的搜 磨擦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利是成立的利 酥 利 就是磨 你又在说拍马屁的话 又在说凤肠的话 最后我们学习的单词叫做放心 让人感觉靠谱 日语的汉字是安心 我们做放心的课 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和充实地学习日语 到今天为止 我们把日语的翻译全部学习完毕 下节课开始学习单词记忆方法 每次课程需要多听 多念 同时还可以结合日剧和动漫学习 祝大家学习愉快 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 我的带路 下面